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彩虹应许》 《传心节》是在《创世纪》9章13节 经上记着说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纳约的记号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的子民都因为他的看顾而获得喜乐 你住的地区有没有试过落很久很久的雨? 你会不会觉得很闷? 经常在室内玩? 当你见到太阳终于出来的时候 你感觉是怎样? 你会不会想立即出去玩?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就明白 罗亚和她家人最终离开方舟时候的感觉 他们在方舟里住了超过一年 今天终于能离开方舟 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走出方舟,就吸收到新鲜的空气 在温暖的阳光下 他们念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但也有可能他们会有点害怕 因为整个世界和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现在很静 从方舟出来的这八个人 就是整个世界石果仅存的人 只有他们八个人在一起 为这个世界揭开暂身的一叶 动物也从方舟里走出来了 罗亚一家一定会感觉到他们的喜悦和兴奋 看着动物跳啊走啊都会大笑起来 当所有的生物都离开了方舟之后 罗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了一座祭坛 全家人一起敬拜 上帝都好喜悦他们的敬拜和赐福给他们 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偏满了地 跟着上帝将一个应许给了罗亚和他的子孙后代 就是一条鲜艳断木的彩虹 横跨在整个天空上面 绝对是最完美的彩虹了 天空中第一次出现色彩纷纷的彩虹 一定令到这家人心里有很多的惊叹 但这条彩虹不单只是七彩颜色 还要是一个应许 上帝和罗亚说 我将彩虹放在云彩中 这个就是我和地纳约的记号 我以后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和毁坏地上一切的生物 当我见到雨后的彩虹 我就会记得我和所有生物所纳的这个永恆的药 上帝知道以后当乌云再次出现的时候 罗亚一家可能会觉得害怕 第一场大雨发生的时候 也会令他们这帮幸存者觉得很害怕 会不会是再一次的洪水 是不是这个世界又要被毁灭了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 不会了 他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应许 这个小家庭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 他们在方舟一起努力工作超过一年的时间 经过无数的日头和夜晚 飘洋在一个无边无尽的汪洋当中 一起很辛苦的照顾所有的动物 现在他们要重整这个地球 让一切重新来过 上帝给他们宝贵的经历 上帝让他们见到彩虹 令他们能够和后代去到分享 彩虹是他们和我们永远都应该要珍惜的祝福和应许 我们都属于一个特别的大家庭 这个家庭的成员包括教会和学校里的信徒 也包括我们的家人 上帝都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去做 我们都会一起经历很多 我们所分享的经验都会令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上帝都给了属于我们的彩虹、应许和祝福 他会帮助我们完成他要求我们做的工作 拿一家在方舟的内外都受到上帝特别的照顾 他们感谢上帝的爱和守护 当你见到彩虹的时候 想一想上帝对你的爱 和感谢他实现彩虹的应许和他所有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